哇!現在要前往美國的大峽谷 就在往大峽谷的路上 就已經有非常漂亮的風景了 大峽谷的位置是在美國的Arizona州 大峽谷你知道有多大嗎? 它的長度居然有446公里長 幾乎從台北開到高雄的距離都是大峽谷 這麼漂亮的風景是怎麼來的呢? 大峽谷大約是在兩億年前 有美國一個最大的河叫Colorado河 Colorado River 從這邊一直流過去 然後經過幾億年的河流一直摩擦這些石頭 然後才造成這個大峽谷 那其實科學家有的人認為 其實是大概在五到六百萬年前 那這裡有人住嗎? 在上千年以前的時候呢 這裡是由印第安人住的 印第安人住在這邊的時候還在裡面挖很多山洞 然後選這個地方為他們的家 一直到西元1540年 由歐洲人第一次來到美國 也是第一次由歐洲人見到這麼美麗的大峽谷 其實上山之後呢還有很多的營區 可以讓你露營烤肉搭帳篷 非常有氣氛的 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邊的氣候是如何 其實這邊的氣候 如果在高海拔的地方呢 最高的地方 甚至於都會下雪 而且冷的時候呢 在冬天可以冷到零下喔 負零下 然後呢 有的地方在比較低的地區呢 居然可以熱到就像在沙漠一樣 因為這個本來就在沙漠的附近 所以氣溫也可以高達 38 39 40度 好啦 看完了大峽谷 現在開始回去的路上囉